由于健动人无法运动 运动量不足 再加上水分的摄取不够 容易导致便秘的问题 我们建议尽量补充水分 而成年人一天补充的水分量大约是2000cc 也建议尽量使用高纤维食物 高纤维食物的话 我们是建议用果汁机打打碎 管罐饮食的部分也建议去使用一些苹果泥 或者是黑枣泥等等之类的食物 若病人本身没有办法运动 我们也可以借由改变他的知识来帮助他活动 或者是使用站立板让他站立 这样子可以促进他的血液循环 另外我们可以帮病人加强一些腹部的按摩 先找出肚脐的位置 用手掌心的部分 顺时针 环状按照肠子的方向 帮病人做腹部按摩 一般而言正常人大概是一天至两天会解一次大便 如果有三天以上没有解便 就有可能导致水分会被肠子吸收掉 而形成粪食 假设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一定要设法将粪食挖出 这样才能解除病人的不舒服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粪食填塞的处理 准备用物由 看物垫 手套 卫生纸 凡士林 大毛巾 首先将病人采取左侧卧 采取左侧卧的原因是因为大肠位置的关系 沈小姐我们先要帮你翻向左侧咯 翻向左侧的时候记得一样要小心病人安全 当我们将病人翻向左侧卧之后 记得在他的背后放上一个小枕头 以支持他的背部 盖上一条大毛巾 以维持病人的隐私 接下来我们在膝盖转弯的地方 放上一个小枕头 可以增加他卧床的舒适度 这样子左侧卧就完成了 首先先将双手洗干净 帮病人铺上看护垫之后 把准备用物放在适当的位置 戴上手套 拿取适当的凡士林 在卫生纸上取适量 接着左手拿起卫生纸 然后再将病人的毛巾掀开 用左手稍微把病人的屁股拌开 沈小姐我准备要帮您做分食处理了 来请您哈气 好 将手指伸进肛门 做环状的按摩 沈小姐 会痛吗 好的 这时候如果有分食的话 就可以先把它挖出来 当我们做分食处理的时候呢 也可以一边协助病人做腹部按摩 以帮助他的肠子蠕动 把排泄物排泄出来 如果病人随时有感到不舒适的感觉 要先暂缓停止 先让病人休息一会儿 带不舒适的感觉过后 再重新来做一次 一般来说 手指的深度深入 大概是在以你手指能深入的长度为主 在做分食处理的时候 可以顺便搭配腹部按摩 以利病人的肠蠕动 沈小姐 这样子还好吗 好 如果分食太多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分段处理 接下来 我们帮病人做局部的处理 将病人摆回舒适的位置 这样子分食处理就完成了